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他都能收到粉丝上贡的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在迪拜布莱纳一家以五星级酒店为家 出入街场坐豪华轿车过着名媛般的生活 年仅9岁的李妙可因歌唱祖国一夜走红 有一次李妙可在微博中贴出了一张自己身穿风衣 带着围巾的照片 眼尖网友认出这一身形讨属于某奢侈品牌 但李妙可的妈妈很快回应称 衣服都是外貌店逃的 很多人都说欧阳娜娜的童年是开挂的 但进入娱乐圈后的娜娜却是负面满天 不但被观众吐槽毫无演技 还被指出小小年纪就满身名牌 从照片上看 那个范爷长杯价值1.7万的LV小包 她15岁就背上身了 甘比为刘鸾雄诞下一女一子之后 生活做派完全是富态规格 连小小年纪的女儿已经坐用8亿港币身家 出身背的都是各种小尺寸的奢侈品手带 陈逊一家三口从外出吃饭被拍 当时女儿陈康提除了一双长腿细巾之外 一双巢鞋也十分引人关注 而这双鞋在圈中非常受追捧 贝克哈姆的女儿小七 两岁时就五次光临国际时装中 维多利亚把自己的爱女当做模特来做造型 本着不穿大牌不出街的精神 小七的美套装扮从来没让大家失望 阿雷06年出生的小苏瑞 一直受着公主般的待遇 她的长相不仅集合了阿汤哥夫妇的优点 并且身上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名牌 盘定完这些之后 小编真是不得不感叹到 投胎真的是门技术活儿呀